这个视频来聊聊那些年我们一起拼过的三角板 通常来说三角板指的是这两块 其中一块是等腰直角三角形 三个角分别是90度45度45度 另一块也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三个角分别是90度60度30度 这两个三角板拼来拼去就会形成各种角度 比如这样这个角就是45度加30度 也就是75度 或者这样这个角就是90度加60度 得150度了 拼三角板无非是计算角度和 只要牢记两块三角板的各个角度就行了 这些太简单了 为师来带你见见世面 以下这些角度不能用一副三角板画出来的有哪些呢 A135度 B165度 C144度 D115度 E15度 咱一个一个看一下 第一个135度 这个比较好办 90度拼45度就行了 第二个165度 这个有点难 貌似最大的90度加60度都不够 但是你先淡定一下 165度恰好比90度大75度 而75度又可以拆成30度和45度 也就是说在90度的基础上画一个30度再画一个45度就行了 第三个144度 这个选项是来卖萌的吧 三个角的各个角度都是5的倍数 怎么可能拼出144度呢 肯定不成 第四个 115度 这个看起来很像是能拼的嘛 试试看呗 它需要在90度的基础上加25度 或者60度的基础上加55度 或者45度的基础上加70度 可是这些可能的组合 你都只能找到一个角 而另一个角是完全没可能由三角板构成的呀 所以115度用三角板画不了 第五个 15度 三角板最小的角都是30度 这怎么可能 一个三角板确实不行 但一副就没问题了 你可以把角减一下嘛 45度减去30度 不就是15度吗 所以15度是能画出来的 那三角板画不出的角度就只有144度和115度了 这个题是不是有点烦 每个选项都要批一遍角度 确实也蛮累的 不妨让维师教你个法子 保证好用 你看 三角板自带的角度 90度 45度 60度 30度 这几个数都是15度的倍数 所以这几个数加加减减 得到的肯定也是15度的倍数 也就是说 只有15度的倍数 才能通过三角板画出来 而不是15度倍数的 一定不行 有了这个密集 咱来验证一下 第一个 135度 是15度乘以9 OK 第二个 165度 是15度乘以11 OK 第三个 144度 显然不是15度的倍数 所以它不行 第四个 115度 伪装的很好 但也不是15度的倍数 所以它也不行 第五个 15度 这显然可以 你看 维师这个密集还是很好用的 你可要牢牢记住 三角板拼角度 你已经熟悉了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两块三角板的直角顶点重合 重合部分 角1等于40度 作为已知 要求角CEOB的度数 也就是这个顿角的度数 既然是直角顶点重合 那就是说 这个角和这个角都是90度 角CEOD是90度 意味着这个角是角1的余角 也就是90度减40度 得50度倍 这个角也是90度 那整个大角就是这个角 加这个角 也就是50加90 得140度了 答案就是这么好算 好了 又到总结时间 这个视频 我给你讲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 一副三角板是由一个45度 45度 90度的等腰直角三角板 和一个30度 60度 90度的直角三角板组成的 用一副三角板可以画出任何一个15度 整数倍的角 第二件事 一副三角板两个直角顶点重合的时候 只要根据护鱼 求出鱼角 再按要求算角度就行了 为师这就讲完了 儿子速速刷题去吧